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结局大家都知道曹操最终败了 而且败得很惨 由此也就导致了日后未属三国鼎立的局面 一千八百多年来 这场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战役 引得了无数人的探究和考证 今天我们接着从地理的角度来解析这场大战的几个重要环节 赤壁市就称蒲奇县 位于湖北省南部 距省会武汉市一百三十六千米 赤壁市以北的长江岸边 有一座突出于江岸的石山 后人称之为赤壁山 经众多学者认定 他所在的长江段 正是一千八百多年前赤壁大战的主战场 这首快至人口的诗句 为咱们今天的人们追忆那场著名的战役 增添了许多浪漫的情怀 不过老陈我想说的是 这个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一点都不浪漫 尤其是这场赤壁之战 本来是胜券在握的曹操 统领着几十万大军 却灰飞烟灭了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古往今来 有关赤壁之战的研究与传说 毫无烟害 当时处于烈士的孙权 刘备邻军 因何能击退强敌 各种观点众说纷纭 不过 历史上无数以少胜多的战力显现 军事力量的强弱 并非是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古人打仗 讲求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曹操的军队 占据不少有利条件 占据不少有利条件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平定北方 师出有名 姑且算人和 失之秋冬 北风强劲 南下渡江 天时也俱备 而从地利来讲 长江南岸对江东 也属薄弱地带 曹军一旦渡江 便可以指导江东腹地 马到成功 然而 事与愿违 公元208年深秋 水上的突袭 被江东水军击退后 曹操指得退守江北 训练水军等待时机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决定大战胜负的因素 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著 写称于公元280年前后 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三国志中记载 赤壁大战爆发前 终于是这样看待 强敌曹操的 与吴越征衡 本非中国所长 去中国势众 远射江湖之间 不惜水土 必生疾病 最后 周瑜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此数者用兵之换野 而操皆冒行之 那么有关赤壁之战 曹军最终失败的原因 不管是史书 还是文学作品 都不乏这样的观点和评判 除了不善水战之外 还有像远师劳顿 不服水土 这样的概括 那么咱们首先就来说说 这个不服水土 究竟指的是什么 专家告诉记者 所谓水土 其实是不同地区的人 特定的生存环境 这环境包括 这个气候 土壤 生物 包括温度 湿度 不适应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生物的不适应 有大量的微生物的群落不同 专家告诉记者 人类生活的环境中 有大量细菌 广泛存在于空气 水和土壤中 它们中相当一部分 与人体是相生相伴的关系 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由于气候温暖潮湿 细菌及微生物的数量 明显大于北方 1800多年前 这给长期生活在北方的曹军将士 带来各种生理故事 曹军远师劳顿 水土不服 将士们的身体出了问题 按照现在医学说 就是免疫力严重下降 这时候如果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的 那生病就是必然 而几十万大军如果闹起病来 那可是不得了啊 所以在这个三国制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眼 什么大义啊 义气啊 多死者等等 一句话就是 传染病蔓延 而且病来如山倒 您想想那是什么年代啊 1800多年前 缺医少药 而且大战在即 这时候如果传染病 要是蔓延开来 那可真是非来的恨祸 古今中外 大战之后往往有大义 可为什么大战尚未爆发 曹军便出现大规模的急病爆发呢 实际上 这与曹操大军所处的地理环境 有直接联系 原来公元208年秋 几十万曹军 列尸的长江北岸 是一个非常容易滋生异病的区域 在赤别大战的这个1800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长江中游地区 有这个800里洞庭和900里云梦泽之村 到了冬季枯水季节的话 两岸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沼泽地 或者说潜水滩 非常异于这个一些寄生虫和蚊虫 这些方面的滋生 众所周知 苍蝇能传播多种传染病 而沼泽区滋生的蚊子 更是烈性的传染病 瘧疾的罪魁祸首 瘧疾 古往今来 人们谈之色列 三千五百年前的 阴伤甲骨文中 便有瘧字 以及相应的记载 中外历史中 这种疾病 曾经造成无数次人口锐减 也改变过许多战争的走向 即便是二十世纪晚期 这种疾病还曾让现代化的军队遭受过重创 一千八百多年前 对于灰尸南下的曹军来说 瘧疾的流行 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 然而祸不单行 另外一种更为棘手的病魔 也已经悄然而至 这会是什么呢 为一探究竟 记者跟随赤壁市 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一片沼河区 赤溪虫是一种古老的寄生虫 广泛存活在亚热带地区的潜水沼河中 血溪虫一般寄宿在丁罗体内 一旦有哺乳动物进入水中 其幼虫会迅速钻进动物体内大量繁殖 毛孔 毛孔就可以进去 对对对 那这个寄生虫卵一定相当相当的 我也有 我觉得很小 很小 肉眼看不见 有有有 显得近 你下面看 显得近 人感染血溪虫后 会产生气喘 发热 腹部积水增大的症状 严重时会造成死亡 北方没有血溪虫 这个太热的南方 比如说广东附近也没有 只有长江流域 这块就是不冷不热 金化验 防疫部门提取的丁罗样本体内 没有发现血溪虫 专家告诉记者 时至今日 血溪虫对江南百姓的威胁 已经得到遏制 但在1800多年前 他的肆虐 对北方几十万曹操的大军 急剧毁灭性 当时多位北方士兵的曹军 面临的不仅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 更面临着多种疫病隐患的威胁 这个打仗需要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可是在公元208年深秋 曹军这个仗还没打 疫病就开始蔓延 哎呀这个疾病已蔓延影响军心消磨斗志 这是兵家的大计呀 那么曹操当时是如何应对的呢 这个问题在史书当中没有什么记载 可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举措 倒是可以透视出曹操为化解天时地利的不利因素 所做的努力 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描写 曹操军中多是北方人 不习惯在船上生活 多在岸上扎营 为此 旁统向曹操献祭 将千百战船用铁链相连 形成一道穿过的水上瓶银 这样做增加了江船的稳定性 由此大量将士可以改为船上起居训练 《三国演义》中描写了这个庞统向曹操献连环祭 建议曹操将这个他的战船首尾相连锁在一起 实际上的话 为下一步的话 这个江东周瑜火烧曹操战船的话 打下了这个伏笔 这一段的话是非常描写是非常生动的 但是的话 这个史书上面是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的 看来啊 这个庞统向连环祭 这可能又是子虚乌有 不过这个战船相连 这在历史上却有其事 在我们今天看来啊 曹操将他的所有战船连在一起 这既是必要的 又是迫不得已的 专家告诉记者 曹操军将战船并排连起 与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有了密切的关系 首先 列阵在长江北岸的曹操军 战船多达千艘 这些战船如何停靠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当时长江这个因为它水量比较大 而且长江这个中游的地方地势又比较平坦 这个地方不适合军队和行人的通行 所以当时都是为了这个搞一个扶桥 或者搞一个木栈道这种 让军队或者行人从那边行走 战桥是在江岸的泥沙中陷入木桩 然后在上面铺设板材作为人行通道 战桥不仅可以行人 而且可以固定团支 相比起来 浮桥则更为简易 它是在水上用厚木板连接起一系列小舟 用于人马通行 不过 无论是战桥还是浮桥 架设都需要大量木料 这对曹操的水军是一个难题 专家告诉记者 当时由于长江北岸为广阔的沼泽湿地 缺少茂密的森林 大量木材需要长途运输 因此可以想见 曹军要修筑成百上千的停靠设施 工程浩大得不偿失 因此战船相连 多船共用 不视为好的举措 除此以外 战船相连还有另外的考虑 专家告诉记者 江中泊船与湖中泊船不同 江水分流会对船体形成冲击力 力的大小 一方面与江水流速有关 另一方面则和船体与水的接触面积有关 曹军将战船定排连接 减小了江水的冲力 缓解了舶船时的晃动 除此以外 联系曹军中当时疫病爆发的状况 专家分析说 战船相连后 大量军士移居到稳定的船上起居训练 这可以有效地缓解疾病蔓延 如此看来 把千百只战船并排连接 星成一道水上长城 的确是克服不利因素的好举措 不过呀 百密总有一书 这样做呀 就怕一样 就是火 怕着火 一旦着起火来 再遇进点风 那可就不得了 但是作为曹操啊 他这样一位军事家 他不可能一点都不想到 对方对他实施火攻的可能性 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 他有很大篇幅 写周瑜大黄盖 巧施苦肉记 骗取曹操的信任 最终呢 对曹军实施火攻这样的情节 但是老陈要告诉您的是什么呢 这个在史书史料当中 对于苦肉记这个情节 也没有记载 曹操啊 最终败于孙刘联军的火攻 是因为曹操对于这种表面化的气候现象 过于自信 而对于长江这一带 或者说赤壁这一带 特殊的天时地利 又太缺乏了解了 据史料记载 公元二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夜 长江沿岸东南风骤起 孙刘联军的水军 城市渡江出击 借着风势燃起大火 青鹤天曹军战船烈焰通天 曹军大乱 死伤无数 孙刘联军在一场东风的助力下 最终赢取了胜利 古往今来 有关决定战役胜利的那场东风 最为快职人口的 莫过于诸葛亮设败祭坛 借东风的故事 那么历史上果真如此吗 三国演义里面 关于孔明借东风的这个故事 实际上是可能是虚构的 但是北方的曹军 对冬季长江刮东南风的这个事情的话 他们一般是不知道 这是特殊规例 江东的水军 他们占尽地利的话 他们可能自己知道 或者说他们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这个指导 这个可能性非常有的 正因如此 寻常日子长刮的西北风 给曹军形成一个误判 认为即便是战船相连 在西北风盛行的时节里 过功是难以奏效的 那么在龙东时节 长江的这个流域 是否会刮起强劲的东南风呢 记者一行人来到了赤壁市的气象部门 在翻阅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冬季气象记录号 专家发现 在这个区域 每年冬季 平均有两三次东南风刮起 冬季统计之来看 这个1958年59年 冬季的时候 所以每个月份只出现一次到两次 由此可见 如今赤壁市所在的长江流域 龙东时节出现东南风的现象 并非罕见 而专家进一步强调 在1800多年前 这一带地区 还有两种独特的地理因素 会助长东南风的风力 长江中游地区 正好是处在南方暖湿气流 和北方干冷气流的一个交汇的位置 即使冬天这地方 一会是冷空气占主岛 一会是暖湿气流占主岛 所以经常是一个垃圾站 不完全是被冷空气完全统治 所以当气流在发生转换的时候 特别是暖湿气流比较强大的时候 它从东南方向越过长江 在越过长江的时候 在赤壁这地方 就会刮起强劲的东南风 而说到第二个原因 则是和这里古代时江北的大湖有关 通过我们前面的考察 我们已经为大家揭示出了 早在秦汉时期 在如今的长江对岸 这是大概四万多平方千米的湖泊沼泽 在古书里管着叫云梦泽 这大面积的湖泊沼泽所滋生的异病 对当时的曹军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而到了冬季 这大面积的云梦泽又会出现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对东南风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原来在大的湖泊周边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湖风现象 在白天阳光的照射下 陆地升温快 湖水升温慢 产生的气压差 会使风由湖面吹向陆地 而到夜晚 在相反的作用下 风调转方向由陆地吹回湖中 为了进一步了解湖风的形成机理 记者跟随专家来到了位于赤壁市西南 一百多千米的洞瓶湖湖区 进行实地观测 风的速度大概每秒是三米左右 按照风级的话 它就是二级风 应该说就是微风 还原到测湖风的 跟当年赤壁之战的联系 就非常清楚了 因为赤壁之战发生在一千八百年前左右 当时的记录就是 于孟泽是非常大的一个水体 白天的时候 那么风是从 是湖面吹向陆地的 到了夜间就倒过来了 是从陆地吹向水体 吹向于孟泽 就是会刮起东南风 专家告诉记者 多年的气象记录显现 长江流域冬季 偶尔刮起的东南风 风力多在二至三起 而在东南风刮起时 再叠加上夜间刮起的东南向湖风 并会产生四五级的强风 当有暖湿气流 一个低气压气团过来的时候 它正好越过长江的时候 那么江面上会出现强劲的东南风 加上湖风的效应 二者叠加 那么就可以形成 很有战斗力的东南风 这股东南风这么一刮 就被孙刘联军利用上了 就是用这股风 对曹营进行火攻 这个曹营火光冲天 哀鸣一片 古往今来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从来不是单一的 赤壁之战的胜负 期间有着复杂的政治 军事等各方面原因 但地理因素 却对战事的走向 乃至日后 华夏大地的政治军事格局 起着不容置疑的影响 通过现代科学 重新回顾这场 著名战役的始末 将为金人 研读往昔争龙岁月 打开新的一扇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南争龙岁月》 军监长江东石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逃进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许多人与事也早已淹没在这时间的洪流当中 不过诗里说得好 青山依旧在山川江河流有仙人的足迹 藏有文明的密码 这天与地演绎过祖先的传奇 更是我们今天思想驰骋的大好空间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